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家 禅记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行道至今已经四十年 在这一段岁月当中 师父引领着贤士同修 还有善信大德 一起在易经 风水和宗教方面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 我们就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 而且不断地在自己的 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 有更加提升的学习 因此在这个维新大家庭里面 就有好多好多 非常丰富的人生故事 今天我们再一次地带领大家 来到了台中市的外谱区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是易经大学外谱教室的 圆虎讲师 一起来聆听他个人的 宗教信仰的历程 还有学习易经风水的经验 跟事业当中如何去结合 一起来欢迎圆虎讲师 师姐好 各位情谱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我们易经大学第四届学员刘军虎 也是我们外谱教室负责人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外谱教室 来跟我们指导 谢谢你 很客气 真的 其实在这个外谱教室 我们就感觉很温馨 对 就是暖暖的这样 虽然今天外面是大寒流 对 那尤其我们外谱教室 也就是这个易经风水的学习原地 是在很美丽的一个葡萄的制产区 然后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葡萄园面 对 那这个就是酒宝庄 是 是 对 那他的这个元气是怎么来的呢 我原来是在做不动产仲介 那有一次沾两个卦问师父 第一个继续做不动产仲介 适不适合 师父帮我看一看说 你的仲介沿风已经过了 所以要开始斜杠的一块很大 对 那在第二个卦教问师父说 不能我来做酒适不适合 那师父帮我看一看说 我的名字叫刘金虎 金门的金 澎湖的虎 金虎和酒又有喝 说啊 可以 那你说 好 你就回去好好做酒 认真做酒 做好酒来跟大众结言 那师父有一天上课在第四界 就跟我讲说 我们天上有一个神火在做酒的名称 叫做酒宝庄 你要不要 那我当下 哦 那个如后至宝 当然求之不得 感恩师父说 试给我这三个是酒宝庄 所以当下他就祝福说 你现在开始你把 回去申请一个合法的酒庄 做好酒来跟大众结言 所以这个原来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那刚师父刚开始也是 那个邻门一脚就把我推进来 就是说 回去就申请花钱 要盖一个酒庄啊 也要感恩我的祖先 我的爸爸 我的阿公 留下这块地给我 他刚才原来64年就种葡萄到现在 所以他有现有的葡萄盐 就是把申请一个这个农场加工室盖这个酒庄 然后就98年 营业一号拿到这个习格执照开始营业到现在 所以就一路走来就是 秉的师父所讲的要做好酒 来跟大众结言这句话 就战战兢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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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酒到现在 另外也因为这样就是把我们的易经风水 应用在我的酒庄的建设 或是到整个社区的建设 也都用易经风水把它应用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的酒庄的建设 师父开始这个酒庄是坐东向西 它是卯山友向 卯山友向它当初开虎门 师父说要开虎门 很特别 因为师父用那个手挂来看 用行方爱心来讲说 开虎门在巴音来讲 他在行方爱心是那个酒主是旺气方 所以旺气方开门没有关系 这样说人家来这里喝酒 有道理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法无定法 非法非非法 就是说师父开始我们这样 我们就照这样来做 包括我们外面这个地方 一个拖片拖出去就好像一瓶酒 这样后面的瓶声大大的 苹果小小的 它又跟那个酒瓶的一个像又符合 所以就用这样来 就把这个酒庄把它做起来 一路一直走到现在这样 那因为要做酒 我也要到外面去学怎么来做酒 所以我也把我们易经风水的法 应用在做酒方面 比如说我们不同的酵母镜做了酒 那个口感就不一样 那我大概把20-30种酵母镜 每样都用补卦 来选酵母镜来做酒 那不好的酵母镜做了酒 喝起来就有那个杂味 不太好喝 那好的酵母镜做了酒 那个味道就口感就还不错 等下中午我们今天你喝看看 我们做的葡萄酒 就用我们易经补卦 来选酵母镜来做了酒 那个口感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所以 包括我们葡萄饮要什么固 药师什么肥 我们都是用补卦来选那些化肥 那个有机肥料 或者说要什么药 我们要用补卦来选 才能够抑制那个病存害 我们都用补卦来选 这样下来效果就蛮不错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最好的品质 那为了要做酒好了 要把酒卖出去 我们就也在我们设计里面 成立一个叫胡角庄农务市集 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12点 我就邀在地的农民在那地方摆摊 就卖他们的农产品 我卖我的酒 用这样来行销我们的农产品 那这样不过 还有我们又成立一个叫做 白果微信胡角庄 又把人带到设计台 就到我们设计的 红龙果园 百香果园 柠檬园 幼稚园 这样绕一千 然后又有公婆树 可以祈福 那个150年以上的老树 可以拜拜祈福 旁边有一个水流东童话步道 1.8公里这个步道 1.8公里 对 也可以践行 距离 然后它上面都有那个 树荫遮住 然后沿路上有很多 那个莲花蟹 结蟹的地理 就好像那个树好像是 那个宝群不要这样 这样一片一片把它包起来 就卸心在中间 所以那个地方气场很旺 桌起路来就越走精神越好 所以我们又把这些 易经风水的那种我们的观念 应用在我的导览解说上面 对对对 来告诉游客 这个地方哪个地方 有地理 有风水 对 他们对这个又很好奇 非常吸引 所以来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五感体验 你可以采红龙果也可以摸红龙果 也可以吃柠檬吃柚子喝酵素 然后易经风水又把它带在那个地方来 那土地公庙 我们来做导览解说 怎么来拜土地公 怎么拜神 我要把这个 这个拜神的要领在那个地方把它讲出来 带入中门的法 对对 带入中门的法 所以来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说 这个地方很丰富 又可以写到易经风水的法 又可以吃在地的水果 那我们中午又在 我们普通下用餐 品酒体验 然后做气泡消毒DIY 做洋葱葡萄酒DIY 或者是做白兰地酒DIY 最后再把我的酒卖出去 这样下来是一个 感觉很丰富的一个行程 收获满满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级产业加二级产业 就加三级产业 我们就把它带出来 那又 把这个易经风水又应用在我们的社区 包括我们社区有做一些建设 怎么开门 这个地方我又把这个管理应用在设计上 也那个效果都很不错 包括我们一个设计活动中心旁边一块空地 那个一个设计一个活动中心 我们把它开中门 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办活动一个很老一个地方 像我们之前在办红酒马拉松 已经办了七年 每一年之前那个效果都很不错 红酒马拉松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的内容 当初就是我们应用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是葡萄酒的故乡 是的 我们有很多的酒庄嘛 所以我们就大概有六个设计六个点到七个点 名家酒庄就一个点 然后游客跑一跑跑到那个地方就给他一小杯的那个酒 让他品酒 品完以后再继续跑再继续走这样 当然这个大部分来都是玩的 他就边走边喝酒 要跑的那个有奖金的他就喝水 吃个点心这样 回来夺奖金 所以我们又有让喜欢玩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这样边逛 又可以边品地方的这个好酒 这个是我们之前办那个红酒马拉松 也算蛮一个成功一个地方 再来就是说我们办一个白果维新虎脚装 刚刚所讲的 或是叫一个叫做漫步在虎子脚装 这个来办这个活动 也行销我们的地方 行销在地的产业 行销我个人的红酒 还有像去年 我们又在那个水门旺佑谷那边又办了一场那个稻田音乐会 那个稻田把它那个把它搭一个舞台 然后我们请那个台经交的那个乐团来这个地方演奏 来歌唱 然后旁边售卖我们地方的农产品 那个效果也不错 就是把自然结合在这个地方 所以师傅开始一句话 那个农村是最佳的心灵治疗师 是至高无上产 是最佳疗愈的地方 那我听到这句话就把 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整个社区的运作 应用在我们农村里 就把酒庄结合社区 结合我们外埔贾安埔这边 把它串起来 那个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也真正能够让游客体现到农村的价值 也是我们已经风水讲的 天地人三才合一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们旧地名外埔永恒这边 有一个叫做花卡撑 有一个卧虎那个山形 一直趴着那个老虎 所以师傅讲有其形必有其灵 有其灵必有其硬 所以造就这个地方人很勤奋 很认真很努力 所以能够生产很好的农产品 他有这个府的精神 有这个府的这种地形环境 也造就这个地方很多的企业 在台湾就摆前几名 像比如说有一个台一养鸡场 它是台湾地要大的养鸡事业 在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他得到那个府的地理 那个师傅开始那个府土气的地方 就是结界的地方 他刚刚有一个机场就在那个结界的地方 所以他能够造就台湾第二大的养鸡事业 就是我们讲有其形必有其灵 有其灵必有其硬 另外我们一位农友 他在那个地方种那个红龙果 红龙果是红色 那个城所是红色的果实 就好像我们讲那个 师傅讲的塞人求塞人求 福跟师是同列 他用这个球在人塞 他那个地方的地气很旺 所以种了红龙果品质最好 所以有这些 这个环境就造就这方的 人事务 这边的很好一个产业 都是跟我们一斤风水离别的关系 所以因为我二十几年写着这个风水以后 也知道说风水离不开人 也能够成就人 成就地方 成就我们整个社区 这个真的是真实不虚 是 现在沾卦来讲 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我们当初成立一个 福角庄农物市集 那次我用一斤沾卦 那是在物影年的卯夜 四日沾的一个卦 那个卦叫水泽节 就是风神斩将 从卦上来看 他的财也旺 福也旺 所以我当初把他设定 我至少要做五年 来做这个市集 但是做到现在 已经十二年了 还在做 因为他那个地方 就是有附和风水的条件 他后面是有靠 有一个山 虎山的那个屏障 他前面有水 上面水人把它包起来 然后对面有一个 一百五十年以上的老树 那个公婆树 所以就很多人来这个地方 拜拜祈福 然后旁边就是水流东 童话步道 这个步道又可以一个 运动休闲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市集在这个地方做 他就有附和先天那个风水的条件 所以他做到现在十二年还在做 我之前是担任外埔 永运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做了十年 那十年都是在推动地方的一个建设 跟水土保持体 提了一个农村再生计划 所以农村再生计划 对农村再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优质的一个社区 也是一个亮点社区 十年来也 这个地方也建设蛮多的 那最近在成立一个台中市农业创生协会 我现在是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 是 这个协会就是要推动整个外埔 大甲大安 整个台中这边的产业的发展 所以当初有沾一个卦 这个卦就是佛山里 他当初沾在去 那里那个 他的福也很旺 他才也旺 这个协会未来可以利益很多的人 包括我们的产业 而且现在很努力在做 现在也蛮不错 包括我们用这个协会 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像刚刚所讲的 像这种青年回流 合创组 或是刚刚我们办了那种 白果微信胡搅装 或是像倒点音乐会 这些都是由这个 像红酒马拉松 都是由这个协会来办 那我们最近也在大甲 我们成立一个直卖所 也是让农民的一些农产品 直接在这个地方地产递销 直接可以节能减碳 他东西来这个地方卖以后 他又可以得到最好的收益 不用说绕一千 又很多的印会包装就浪费掉 所以这个地方对农民 可以最好一个收益 我们也用这个协会在这边 办这种直卖手 所以他可以利益到很多的人 所以这个法 师父告诉我们说 我们想到的是众生 为众生服务 自然就会很多的印象到我们的身上 让你去发挥 然后仙火菩萨也会借我们的身体 给我们的很多的智慧 信心跟力量 让你在这个地方 你能够把它发挥到极限 发挥到最大的那种效益 这是我一个体验这样 是是是 那这个部分在妙法普传里面 您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一个妙法 帮助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您的学生 还是您自己的家人身上 曾经用过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那个阎神灯的用法 阎神灯 有时候我们沾挂 就是说那一脸流脸 它的饰咬是空亡 或者是阎神空亡没有力 就代表说 饰咬空亡就代表 它一脸没有能量 稍微坐一下身体就很累 如果说阎神空亡的话 就是说有时候那个 湿气会断电 你想到一半 那个脑筋一变空白 就接不上去这样 那点这个阎神灯 就让你这个 湿气能够把它接上 那你身体会更有能量 所以这个阎神灯 我告诉很多人来点这个阎神灯 那个效果很不错 就是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的印如果说比较不好 我们就点阎神灯 也会让我们比较有 那个积极的想法 跟那种乐观的那种心态 所以这个阎神灯 对我们来讲 那个效果非常大 很有帮助 再来就是我们讲一个 祈福相案 是 祈福相案 祈福相案 如果说我们要考试 或者说有重病 我们办这个祈福相案 你来办这个相案 对这些考试来讲 那个帮助很大 有时候就是你这个相一半 然后师父又告诉我们 念一个那个 那个 这个就是智慧座 也是叫定心座 我们这些 你会这些法以后 你在考试 你原来有读的 到时候都 你都能够把它 及时发挥了 都把它发挥出来 师父也开始说 你念这样 像这个 像这个祈福相案 你念的话 考试当中 你配合这些 定心座 或者先帮你看过一遍 你再开始作答 这样那个效果都很好 会让你对打如流 有看过的 你都当场都想起来 然后心又定下来 所以这对一些 要考试的一些写词来讲 他的帮助很大 这个祈福相案 或者说家里有重病 那个 已经拖很久了 然后又 没有办法离开了 我们也拜这个相案 把这个相案 也告诉他 要谢神 谢恩 比如说我们 一辈子当中 我们都求仙佛来保佑 但是仙佛为了要保佑你 你这个一条命 就也要走也不是 要不走也不是 就变成一个植物人 这样对他来讲 也是一种负担 那如果说我们办相案 就是一种谢恩 跟仙佛菩萨当中 过去有保佑的 这段时间我们一必谢恩 这样有时候对 一个重病来讲 是很快能够得到一个解脱 对他来讲 也是个好事一件 那如果说他的阳寿未尽的 礼办祈福相案 能够很快找到贵人来 然后帮助他 很快身体能够好起来 能够健康 所以这个祈福相案 对一般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我们不要因为病就变成 都在躺在床上 都浪费一个个人的资源 也浪费社会的资源 这样的话对人来讲 都有一个帮助 这个就几乎像一个好处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法 就是师傅传一个叫 因为我最近我在盖一个 前面盖一个麦肠 他麦肠最近也要动工 所以师傅开始用一个米跟盐 跟那个 那个色素把它搅拌 盐那个米可以供养 盐可以化散 那个红花 就是代表一种光 一个能量 那你这样把它搅拌 你才撒进来化煞 你那个效果真的很好 如果说我们有居家住这个地方 如果说不懂这些 你一动工 尤其是在煞的地方动工 往往那个山煞就来了 来了有时候就是 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就会发生 大部分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 不知道这个就造成了我们的影响 对 那我们因为有这个红花米 我们来化煞 我们家里就会平安 我之前也告诉一些朋友 他家夜的山煞在动工 那个小儿子最敏感 一动工小儿子就感冒 咳嗽流鼻涕 然后就一个礼拜都不会好 然后就用那种 暗灰壁就化煞 第二天小儿子要吃好就好了 所以这些 化硬在我们家庭 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好用 所以我们妙华捕船里面任何一个法 我们把它对应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只要我们家里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妙华捕船 都可以在我们居家能够平安 一个一个妙华 所以那一本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居家一个宝典 家庭一个平安一个宝典 那是一个无上甚甚为妙 很好一个划在我们家里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提到老师刚才也分享的这三个妙法 事实上都非常生活化而且很实用 像米然后还有那个色素 那个红色素 红色素 其实都是非常的能够生活 就是在我们的一些杂货店就可以买到的一些东西 那有的时候米我们就是用一点点 但是也可以起很大的效用这样 那也希望这些生活的妙法 用在我们自己 或者是社会大众的身上的时候 都能够及时的产生一些 消灾化解的一个功用这样 那我们也非常的提醒大家 也就是说在台湾是很幸福的 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这些医疗的体系结构等等 那也希望大家在运用这些的当中 也可以参考我们今天提供的妙法 让我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或者是就觉得说 怎么什么样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拖好久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解决的方式 那在今天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 我们非常感谢渊虎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 好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先佛在我家祝福大家 平安顺利吉祥 事事顺心如意 下周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